老哥蒙好 本来是计划在下个月 借一部影片来聊聊牛郎那点事 因为这个突发状况 所以临时做了这期视频 女傲沉迷牛郎店 也是老生常谈 前放了那专属高岛名识 自爆在牛郎身上 花了2400万日元 和CNY140万左右 之前刘池有个企划是 向南宫关级牛郎 投入13亿日元破产的 原名流人期AV出道 当时觉得是片上唬烂的穴道 后来想想 可能其中确实有夸张的成分 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聊聊 这些女幼傲女人 为什么会沉迷牛郎店 首先 牛郎非常善于包装和营销 他们的职业称谓是南宫关 对外宣称是卖艺不卖身 日本第一牛郎罗兰 声称南宫关就是为女性 带来幸福的人 这个罗兰2019年的时候 还开通了微博 聊得国内一堆女权势贵铁 一堆自媒体狂吹 有了这样的定位 再加上媒体宣传 广告轰炸 水军造势 很容易使那些涉事未深 社会经验较少的女性 对之产生好感 乃至仰慕 然而 他们真的不卖身吗 自裁身家的筹码而已 实际上 为了让女客人心甘情愿的 为自己花钱 卖身是牛郎 必须的营业手段 而且根据卖身的性质不同 他们还分了几个阶段 初回诊 陪睡第一次到店的客人 去卫诊 陪睡自己感兴趣的客人 育诊 为了培养成肥客而陪睡 鬼诊 为了营业 不停陪睡各种客人 试想一下 对那些女客人而言 一个从来不卖身的牛郎 却愿意陪她睡 是不是会感动 会有成就感 会对她死心塌地 这就好像国内的那些明星草粉一样 绝大多数被草的粉丝觉得 这是恩宠 是福报 其次 牛郎有一系列的标准化工具 PUA三件套 爱一轰炸 尾供情 煤气灯操作 爱一轰炸 甜言蜜语的甜狗战术 对于一般女性而言 如果甜狗只是个矮搓穷 那她肯定会那些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吐 但如果甜狗是个住豪宅 开豪车 有颜值 有身材 有明星光环的高富税 她还能遭得住 伪供情 供情本来是理解他人 换位思考 感同身受 但伪供情则不然 牛郎并不需要理解每一个女客人 大凡去牛郎店的女性 基本属于情感工具而脆弱的 针对这个特征 炮制出一整套放置四海皆准的画术 比如她们都是妖艳见惑 男人都是大株蹄子 让她们产生全世界只有哥哥懂我的感觉 这两种套路的底层逻辑 就是瞄准了女人的感性思维 对其情感弱点实施精准打击 煤气灯操纵 则是PUA的高阶心理控制处 煤气灯效应这个慈禧 源于1938年的舞台剧煤气灯 具体内容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了解 这里我们只大致说说 这是一种语言和心理的双重虐待 通过否认 指责 误导 撒谎来打压他人 使其自责 自卑 愧疚 恐惧 自我怀疑 最终对失虐者言听其从百依百顺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AV 尤其是NTR企划作品中 经常会看到男主对女主说 不管女主之前是不是 但最后一定会变成淫当的女人 这就是最简单的煤气灯操纵 所以 艺术往往来源于生活 这种煤气灯操纵 不是牛郎的专属 其应用场景 还包括 职场 教育 饭圈等等 最臭名昭著的当属传销 通过这套PUA三连级 再加上肉体关系的羁绊 还能不落入陷阱的女人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少了 再者 牛郎还有其他的花招 他们除了狙击女性的情感弱点 还会利用女客人的慈禁心理 牛郎店跟DMM一样 会有越间排名 排名越靠前的牛郎 其隔间装修也就越宽敞 越豪华 其身价自然也就越高 一个自命不凡的女客人 会想见排名垫底 隔间逼子的牛郎 还是想见高居榜首 大有排面低头牌 他们还会引导女客人 叛比消费 冲动消费 如果有女客人买了高级酒水 牛郎就会起身喊出 酒水名称和价格 然后全体员工起立致敬 那些女客人 要么抱着哥哥 只有我了的戏意 要么出于 你敢抢老娘疯头的心态 自然一个个发了疯似的掏腰包 我们前面提到的高岛名识 就是为了同一个牛郎 跟其他女客人 攀比式的给他砸钱 他那2400万日元 就是在一年半左右 这么扔出去的 再像前面说的杰成流美奈 涉毒 他买的是可卡因 跟他同行的牛郎 则买的是兴奋剂 可见他的毒瘾更大 跟牛郎赔溜的推测相比 个人更倾向于相信 杰成流美奈的毒瘾 是被牛郎培养出来的 事实上 毒品本来就是色情液 用以控制从业人员和客人的常用道具 这一点 相信老司机在AV中 已经屡见不鲜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 牛郎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年轻女性 除了极少数富二代之外 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条件都是很一般的 一个女大学生会省钱 坐五个小时的夜间巴士 就为了践踏众意的牛郎 然后店里的一杯茶 就花光她一个月的生活费 所以当这些年轻女性的经济条件 不足以支撑天价消费后 会怎样 牛郎店会贴心的为他们安排涉账业务 当他们偿还不起天价折账后 会怎样 牛郎店又会贴心的为他们介绍高利贷 一旦进了高利贷 他们的下一站就是风俗店或AV业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很多AV女优还会坚持风俗壤 前面提到的高岛名是 砸给牛郎的2400万 有一多半就是来自高利贷 这也是导致他下海的直接原因 还有金井梦露 他也是因为沉迷牛郎店 所以从天才奥运选手到风俗壤 当我萌 PiAV 历史的是 2017年的全日本滑雪锦标赛 他仅仅训练四天 却大胜所有对手 轻松拿下金牌 据说小姐姐的目标 是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 祝他梦想成真 当一个被牛郎蛊惑 经历了多重洗脑 已经失去自主意识的年轻女性 又去从事皮诱生意后 煤气灯效应就会更加显著 愈发加剧了他的自卑 愧疚 从而对牛郎产生我只有哥哥了的依附心理 砸给他的嫌疑也会更多 然后彻底陷入挣钱越多 负债越多的恶性循环 所以牛郎店 高利贷 色情业包括但不限于风俗业 AV业 这三者环环相扣 已经形成一条非常成熟 非常稳固的产业链 就是要炸光这些女客人的每一点血和肉 这里再说一个著名的牛郎新闻 一个叫高刚的女生 迷恋上一个叫刘月的牛郎 想要跟他保持亲密关系 就必须到牛郎店里给他砸钱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 他只能下海卖身 即便这样 刘月对他的态度已是挨搭不理 砸钱的时候就是小甜甜 没钱的时候就是滚远点 最终高刚欲罢不能 又诊无可忍 就实施了杀掉对方在自杀的计划 然而 结果是高刚因杀人为罪而入狱 刘月却利用这事 作为自我营销的资本 打着不死鸟的谎子 高调继续圈钱 最后 大家不要以为牛郎离我们很远 前面提到的罗兰 说他店里的中国客人越来越多 他本人也正在学习中文 一些自媒体也纷纷发布探店视频 各种彩虹屁 还有再次要Q到的高岛名史 他也有着 好想被中国的有钱人包养的美好愿望 这其中的缘由 咱们就不细说了 现在市面上的男仆男指示店 就是牛郎店的变种 之前就白富美被男仆 搞大了肚子的传玩 还有那些夜总会里所谓的男公关 男模 其本质也都是牛郎 各种夜店外面停着的名牌跑车 绝大多数都是这些牛郎租来的座驾 这都是照搬日本牛郎 自台身家的套路 且已经在年轻女性群体中 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C师傅亲眼所见 一个夜总会小姐 20岁生日party 点了两个男模 左拥右抱 好不快活 他身边的那些姐妹 全是老娘也要这么玩的眼神 所以 想跟老哥蒙说的是 GHS务必量入围出 理性消费 以及牛郎猛于虎 看好自家席吧 OK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订阅C师傅 开车不迷路 了吗 呢 那 都 都 就